死者劉大郎系村中木匠 昨日彻夜未归 其死与邻居寻人时 意外发现他横尸荒野 男尸双手交报 体表成威赤色 且有处处伤痕 面油带笑 面油带笑 如此 岂不是冻死的正好 但时值七月 赤日延延 怎会被冻死 在宋代 中国的断案官员 已经对冻死的特征有所了解 《喜缘记录》就写道 冻死之人 身体僵直 双手紧抱胸前 此外 《喜缘记录》还记载了一种检验冻死的方法 将酒醋泼洒于死者体表 揉搓后进一步观察 请客 微斥的斑点色泽愈发鲜艳 如此确为冻死之状 难道是因为昨夜降温 而死者恰视身陆体所知 咱们下次见 岂不是说 你这一刻 你这边 你这边